接下来还是来关注到今天 要和大家讨论的几个重点话题 第一个就是那么到目前为止 10月23日距离924政策大礼包 开始发布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 那么如何评价习近平 以及他的这一套班底 潘公胜 郑山杰 蓝福安 这些人他们在多个发布会上 给出的政策 给出的信号 给出的刺激 那么至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刺激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还不够 在10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 那么他们是下调了对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 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 那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皮埃尔 奥利 维耶 古兰沙的说法 在通胀率下降的同时 全球经济保持着韧性 那么他们这个组织对中国2024年的增速预测 未将正在酝酿中的财政增量政策纳入其中 具体来说 IMF对中国2024年的增速预测较7月下调0.2个百分点至4.8% 那古兰沙也说了 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这个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实在太过疲软 这背后也表现出了中国的家庭和企业部门的信心依然不高 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依然面临着挑战 在9月24日以来 中国已经宣布了一系列的增量措施 以稳定经济的增长 那么总的来说 这些措施在IMF看来是方向正确的 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降低借贷利率 改善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等方式 改善房地产行业的状况 那根据IMF的评估 人民银行中国的人民银行在9月底宣布的措施方向正确 但还不足以实质性的 提升经济增长的势头 那为什么这个IMF给出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他们认为啊 中国的财政部虽然是宣布了财政的发力方向 但是细节呢没有公布 所以啊并未纳入这一次 他们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 那么他也同步认为 近期公布的中国三季度经济增长的数据 也稍微有点令人失望 那么中国经济走势弱于此前的预测 但后续可能会有一系列措施 帮助提振经济的增长 那么关于中国的经济 那美国财长耶伦在昨天也有一番表述 那么根据耶伦在10月22日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的说法 提高中国消费者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以及采取措施解决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啊 非常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呢 已出台的政策还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那么耶伦的这个论调呢 他还是关注于可能西方的普遍的经济学者以及中国观察人士非常注重的就是消费者的支出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那么可能在耶伦看来呢 过去一个月中国的这些刺激呢 他们的重心还没有放在中国消费者的支出以及解决房地产行业以最凸显的问题之上 那对于RMF评价习近平的救世政策 以及耶伦美国财长最新的这个睿平中国经济的现状啊 不知道何明先生做何感想啊 嗯 美国财政部长的讲话和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调整和他们的分析啊 我都看了啊 讲的都是比较的平时 嗯 对于这个西方的经济 尤其是美国的经济 不但这个美国的政府从财政部长到联储会的主席 他们的这个表述 对这个市场对经济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指引性的作用 虽然有时候也会呢给大家一个误导或者是错误的判断 比如说美国财政部长 啊 雅琳就曾经讲过啊 美国没有通货膨胀 但是后来呢还是显示出来的通货膨胀 所以他为止还做出这个检讨 本来经济学这个东西啊 虽然有量化 但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啊 艰难到这个昨天嘛 还是前天啊 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 他说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是看错经济 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结果 他们就看不出来 那什么原因啊 所以我们中国研究院特别针对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样提出的问题 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看不懂 预测不了这个经济 但是要讲起经济吧 经济学家都是屠头是道 美国人都是一套一套的 所以有一位经济学家跟我开玩笑说 他说经济学吧 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果需要经济学家的解释啊 你请一百个经济学家来 他可以出一百一十套 或者是更多的方案出来 都是每个人都认为的经济方案可以成功 然后提出完全不一样的经济方案出来 而且经济学吧 按照经济学家现在的新的说法 如果你是没有最近三年 使用了新的经济学的这些新的理论 新的框架 或者是使用新的数据 你得出的这个结论呢 就非常的真的是比较的好笑 比如说最近若贝尔经济学家 那个得主得出了一个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跟现在非常丰富的这个现实 就简直笑掉大牙 笑掉大牙 美国也不是靠优秀的制度 强大起来的 中国的崛起 那就更不是 那很多的工业化的国家 现代化的国家的强盛的过程 靠的就是保守 靠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靠的是高税 靠的甚至是裂头的这个经济 所以这个经济学吧 我一方面我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 我们的这个公司也有这个经济学家 我对他们的经济学的理论呢 是包有很大的一种敬意 但是另一方面呢 有时候也不得不对经济学家的各种分析啊 保持一种这个谨慎 这就是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经济的这个结果实际上比经济学的这种理论呢 要复杂和丰富很多 但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吧 毕竟是比较透明 毕竟是呢 这个已经形成了上百年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规范 所以你对它的判断 对它的分析啊 还有了一个一定的这个基础 那相比之下 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不是这么坏事了 中国经济问题 你说它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吧 也太简单了 但是你说它现在已经很清晰吧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对中国经济的这个评估啊 不但是这个隐藏的那一部分 我们很难看清楚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的部分 也看不清楚 比如说我最近我们看到了中国就刺激经济 或者说就建立这个经营市场 所做的这些很多的动作 那你在西方媒体里面就看到媒体的这些报道 大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这个蓬佛通信社是盯得非常紧 它有很多的这个细节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观察者 他们有些观察者还真是比较厉害 比如说这个昨天 仁淑丽玉女士在蓬佛通信社上面写的 写的 他就是试图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这个刺激政策 感觉到不够刺激 主要是还不会呢 学会拼头 因为中国的刺激经济经济 这里有一点 那里有一点 这里有一点 那一般人把它描述清楚的很困难 那你要把它拼起来得出一个分析的一个结论 才从来得出一个判断 就变得更加的艰难 他当然也提出了 中国的经济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它要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是足够多的 这一点是跟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讲的 中国、美国这种国家 它跟小国啊 中型国家、小型国家不一样 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它的战略振升之身 你是有时候 你即算是在里面是个体制者 也未必搞清楚 那么 中国的很多 有一位经济学家吧 最近 在一个论坛上面 好像是在 在新加坡是什么媒体上面 搞的一个论坛上面 有一个讲话 有人网友就发到六条聊天区 所以这个讲话跟你老何以前讲的差不多 你不要说是西方经济学家 经济媒体人搞不太清楚 那你就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 哪怕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 也对中国的这个体制的力量 或者是体制的运行的这种规则 或者是某一些这个潜规则 都未必完全弄清楚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 中国的这个 不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实力 失去了编估的这种能力 对未来中国的这个经济的 未来发展可能的方向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 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说法 在我的角度来讲 真的是靠谱的非常少 这我不评价西方 这个西方可以理解 他们搞不清楚中国 我是讲中国的经济学家 我最近也看了一些 确实是跟经济学的 比较复杂性的东西有关系 那么实际上 中国的经济刺激不但只是 已经呈现出很多的措施出来 需要拼头 而且未来强大的 硬揽子的 或者是更 更需要想象力 才能消化的这个经济的 这个刺激政策 将会在 今年年底 明年 或者是后年 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让中国的经济 待遇到另外一个阶段 刚刚我在六道聊天区 还跟朋友们在讨论 我说最近呢 亚洲新兴市场 因为美国的降息 让大家有了这个政策调整的空间 有了对今天市场新的希望 所以亚洲新兴市场 最近出现新的IPO 是比较热烈 那么通过这个几个新的IPO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较 就是说 亚洲的新兴市场的点 在什么地方 世界的经济的中心 或者是未来的希望 或者重心在什么地方 那过去几天 我们昨天讨论了 韩国的现代汽车 在印度的上市 结果呢 很不尽人意 这种中间的市场跌了蛮多 到收市的时候 跌了百分之二 那么昨天 中国有新的IPO 在香港上市 我呢只是看了 上市之前的那种状况 不知道最好收市情况怎么样 上市短短的时间 是上涨了百分之十四 那么在日本 东京 它的东京地铁这个上市 IPO是非常的厉害 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五 那么这三个地方的IPO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得出一个结论呢 不然 因为IPO还在进行中间 我们看看未来几天 或者未来几个月 这三个地方的IPO 第一 有多少是本地化的本国的企业 有多少是科技的 具有想象力的这种企业 有多少是外资的 像印度这种 表现出现代汽车 对印度的市场的想象力 那么有一些是非常传统的 这些上市公司 有一些猫腻 你要搞清楚 有的是 股价非常低 你像东京地铁 大家觉得这是个稳战的行业 每一天这么大的流量 而且这个流量可能还在增加 成本可能还在降低 对不对 那它福利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如果它定价很低 那么它的上涨百分之四十五 甚至百分之百 你也不要奇怪 那这个里面 很多的专业的这种学问 或者是专业的这种说法 我们未必能够清楚 但是东京仍然是一个市场 法律 信息 很多的条件 都是非常丰富的 或者是比较晚 在亚洲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地方 其实同样的条件在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 香港现在是资金不够 还是明星企业不够 在我看起来 资金不够 主要是明星企业不够 虽然有些朋友说已经够了 我觉得不够 我觉得香港的股市盘子太小 力量太弱 就是跟这个香港这样好的法律环境 这样自由流通的信息环境是不想匹配的 地理位置也不想匹配 应该有更多的明星企业在香港上市 只有真正的明星企业上市 而不是那种二流的明星科技公司 而是一流的明星科技公司 像小红书 蚂蚁军服 这一之类的企业 如果在香港上市大气的热潮 和希望是跟东京和印度新德里交易所很而比的 当然我这是一个 还带有一点的主观色彩的判断 或者是期待 未来可能几个星期 或者是未来几个月 咱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问题 你要说是不是问题有没有问题 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而且不但是现在有 未来也会有 而且现在问题都是大问题 但是所有的大问题 对于大国来讲 都是大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在这个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 甚至不止现在了 就是几个月以来 甚至几年以来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股市 是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 最有希望的一个股市的一个体系 中国的这个经济也会持续的 保持某一种速度的这个增长 虽然这种增长速度跟之前的中国 已经差得太远 但是它的体量已经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体量产生到了一点变化之后 在它的这个经济的品质也是不太一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保持百分之四 百分之三 我都觉得是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但是现在大家对百分之五都不满 甚至认为了 如果达不到百分之五 又会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正如跟大家讲的 经济学比政治学还难讲 政治学有时候还反而比较简单 谁上台 谁下台 谁怎么样 经济问题是人类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也一样 中国也一样 全世界也一样 没有一个国家 因为经济搞得不好 是人戏目的 经济搞不好 这个政权就是不行 经济搞不好 这个领导人就是不行 现在的中国的经济 房地产不好 股市不好 就说明领导人是有问题 所以必须要把经济搞好 要么股市必须上来 要么房地产一点上来 你说美国这个地方 很多人也抱怨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认为美国走在正确的方向 但是实际上 美国的这个经济 它这边不行 另外一边它就行 你比如说通货膨胀 让大家感觉到压力很大 但是房地产长得厉害啊 2019年到2021年 这三年中间涨了百分之四十一 百分之四十一 不但让很多的中产阶级的 这个家庭的价值 家庭的财富出现了改变 那些年轻人都出现了改变 所以昨天在今日华尔街 有一篇 有一个节目 跟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讲到 好像在我们的华尔街 年报等下被播出来 他就讲到 这个年轻人亲戚的这一队啊 如果你四十岁左右 这个吃苦烂劳 狠一个命下来 投款 付了一点投款 买了房子 你在过去你的财富 就一下子暴涨了百分之四十一啊 所以中国的财富 如果在未来几年不出现增长 那我认为习近平的政权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那真的是 不是说危不危险的问题 你就在台上都没什么意思 知道吗 所以呢股市必须涨 房地产也必须止跌 这是一个基本性的一种要求 如果这个达不到的话 过去已经有十年的时间给你做准备 那未来如果达不到的话 我很难这个想象未来中国的问题报道有多少 经济不起来 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这就是一种简单的一个定义 好感谢和平先生 最后又是啊 这个一字千言 一字胜千言 经济不好 这个国家起不来 那这个习近平可能真的是 坐在国家主席总书记的位置上 没有什么意思了 那么关于中国的经济啊 这个话题啊 我们可能以后啊 每一次的华尔街论坛的都会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办法呢 哎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刚才是你没有提我 是接着机会讲 我帮你等下忘了 不会提这个话题 对关于这个话题啊 那么后面啊 这个不要担心啊 未来的直播中啊 我们还会反复提一直提啊 所以关于经济话题 真的是可以做到滔滔不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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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